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里 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 却无人知晓 我们在街头随即打扇 寻找那些愿意为我们打开家门的人 记录只属于他们的故事 您好 您好 您可以单挥一点时间 简单问你两个问题吗 简单问你两个问题 外面上去人家吗 那个还没收到 谢谢啊 谢谢 好好好 去我们的家 我以后去的好了 现在 现在 我现在 妈 我现在 不是本人的地方 我现在去住在这里 住民家的家 好的 谢谢你 拜拜 您好 两位 我们是那个 还没说完呢 等我说完了 简单问你两个问题吗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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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干脆吗 简单问两个问题可以吗 您是从哪边过来的 我那个中保那边 就中国人寿这个是吧 所以现在是准备要 要回家 我可以跟您回家吗 用我们自己的车把您送回去 这个不太方便吧 住的地方比较乱 您可以先收拾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在这里 已经蹲守了两个小时了 您是自己生活还是 别人房子 就您自己有一个房间吗 对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您送到家 这个很尴尬呀 我感觉您看上去也蛮可爱的 您要可以的话 我就叫车过来 好吗 好吧 所以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财务 做财务 你们家住在哪里 就是9号线经条这些家 好的 你家是哪里的老家 我家江苏的 江苏的 所以是一个人来这边吗 对 父母还是在老家 父母在老家 这个房子是怎么找到的 这个房子是往上找的 所以你当时的这个心理价位 是多少 心理价位三千块钱 你妹吧 当时觉得地方还挺大 然后交通又比较方便 然后也是和房东不是 但是没有很大的干扰 我比较看重这一点 所以你多大了今天 我现在今年 不太方便透露是吧 不到三十 接近了 这边的收入大概方便透露吗 也不太好透露 也好透露 也不是很高 主要是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好 然后也没有办法改善 所以这个地方是大概找了几次 就确定完了 是啊 第一家就确定了 因为之前那个地方他拆签 要求我一个月内要签出去的 然后房东通知我的时候再出差 然后等回来 只是剩下一个礼拜了 因为他帮我独自开了一个门 就不用跟他们走一个门了 就是院子 其实就是院子 有点乱 也没地方跟你们坐 没事 所以这个房子住了几年了 两年 两年 好处是独门独户 不用跟房东一起走一个门 坏处就是有时候会有点漏雨 这里面这个房子我自己 颜色我自己刷的 原来也是白的 然后有点掉皮 我就大概自己刷了一下 外面其实就是马路 然后其实问题不大 我睡觉还挺安稳的 不会受到一太烂 这个白天不会很吵吗 我白天也不太在家 所以你有邀请过同事来家里 或者怎么样 同事没有 基本上没有 就是平常不大人叫人来 因为你看到比较乱 你会建议大家会想到 你会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有一点建议 其他朋友都不会来 不会在家里 那我们很感谢你带我们来 虽然你们说的还会很尴尬 我觉得你动手能力蛮强的 动手能力还行吧 有时候有一些修理上的东西 都是自己修的 有一些小问题就自己修了 一个女孩子准备一个工具箱 也蛮惨的 因为有时候有东西你想修 然后就借不到 就只好自己去买了 你购了好多工具 是的 这个就是 热绒胶枪 然后还有一些像刷子之类的 就会有时候会想 如果有个人帮帮你啊 什么的会好一些 能解决的问题都能解决 要么长人解决 要么自己解决 对吧 自己有些小的事情 就自己处理的就可以了 这是之前做好的吗 对 昨天炖好的一个银耳汤 应该是热了已经 我不要踢到我的南瓜了 不 你对不起 这是昨天炖好的 可以直接吃 一般晚饭都吃得这么简单吗 对 一般晚饭没有烧菜的话 就基本上是这样子了 你爸妈有来过这边啊 来过 他们觉得你住的这个地方怎么样 就凑合吧 凑合 那也没办法 毕竟这边房租也比较贵 也不能自己买房子 这 这边不是有限购吗 也是没有办法买的 要怎么样才能买 反正说是要 要已婚吧 那这个对你来讲 应该不是什么 总不能为了买房子结个婚吧 肯定还是以需求为准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 再给我们看看 这个是从家里看过来 自己传的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奇的 这个是我爷爷做的箱子 张目箱子 然后里面放放被子之类的 很好 可能会随我一起出嫁吧 两个箱子都是给我的 电脑都是我自己装的 什么 我电脑都是自己装的 电脑也是你自己装的 对 机箱不好了 然后我把里面东西换了一下 换了一个CPU 换了一个显卡 其他没怎么动 有一根家人们的照片吗 这个是家里人 这是外公外婆 这是弟弟和妹妹 这是舅舅家的孩子 这是我妈的照片 陆家嘴那个绿帝里面拍的 从什么时候就开始 一个人生活这样 就大学毕业以后 有没有跟前男友的照片 这个不曾 我的翻篇就翻篇了 山光人光 所以前一段 家开始是维持了多久了 两三年吧 她是在上海吗 本地人 就上海的 对 那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家里不同意 主要是家里人 矛盾很大 所以她爸妈会觉得 她爸妈觉得 我是高潘他们家的 然后我爸妈觉得 他们这个态度 太恶劣了 就唯一次见面 然后就很 很匆忙安排的 安排 当见面就没有谈拢 互不相认 因为 当时我爸妈也不在身边 还是到外地去见面 然后 各自回家了 各找各妈 最核心的矛盾是什么 最核心的矛盾啊 是钱吗 还是 一方面吧 当然主要是因为 这个想找的地方 可以稳定下来生活 对吧 那结婚肯定是可以方便 安定下来 但是实际上 你为了安定下来结婚 这个就 本末倒置了吧 首先要自己过得 就是 怎么说 自己过得开心嘛 对吧 然后 互相相处的也比较融洽 然后跟家里人 这个要考虑的方面 就会比较多 不能想得太单纯了 所以那段时间自己的心情 还是 嗯 会很难过会 我妈陪了我一段时间 所以为什么 我妈就怕我想不开啊 之类的 这算是你人生中的 一个小的磨难吗 也不是磨难 其实这个主要是 呃 就是让我重新思考一下 嗯 我应该是过怎样的生活 对吧 很喜欢户外是吗 对 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这个 嗯 也是 是16年吧 这种是歪锁的嘛 这种是折叠的 跑步用的 哦 就比较轻便 当时是 买了不少装备 那两个柜子里都是装备 哈哈哈哈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呃 可以啊 好多东西啊 嗯 两个包 三个包 呃 还有一些 头盔啊 还有一些 呃 就是装备啊 就是喜欢上这个户外 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气节 主要是 中国没事儿干 想出去走走 然后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约伴 然后就出去了 当时觉得 体力还是需要锻炼的 需要锻炼身体 然后就开始跑步了 一 Go 一 大臂贴紧身体 二 收紧胶腹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就是这一年 这两年 参加了一些比赛的徽章啊之类的 这个是苏不酿山的 呃 也是去的那个四川那边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小比赛 像色彩跑啊 还有些室内的一些定向赛啊 主要是 就是去香港的 一百公里 嗯 呃 花了二十八个小时才走完 我的天呐 嗯 因为很辛苦 你觉得走过这么多地方 自己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想走更多的地方 哈哈 所以你有自己有定过一个目标 比如说大概什么时候我一定要结婚 没有 我也不是很着急这件事情 说不定 嗯 80岁再结婚也说不定的 哈哈 我不想特地为了这件事情而努力 我觉得这这随缘 你一个人可以过得很精彩啊 很开心啊对吧 嗯 关键还是要独立 近期有什么小的目标 小的目标啊 嗯 先考证 哈哈 这个是最实惠的目标对吧 嗯 考证以后才有希望换更好的工作啊 或者说 嗯 跟老板谈争执加薪啊之类的事情 之后我能去更多的地方 中国还没玩完呢 中国很大 哈哈 中国玩完了还有外国呢 哈哈 哈哈 你不要很大 那都是一个人去玩吗 没有啊 都有小伙伴 有不同的小伙伴 就网上约 约了 然后一拍几个就去了 嗯 嗯 所以继续亮着 继续笑着 继续笑着 好了 那我们就走了啊 好 等一下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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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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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